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苍穹之卯,增让樱桃火遍日本,赵丽颖,张萌留下颜值巅峰 2010年,导演汪俊指导的轻功剧苍穹之卯在北京卫视首播,不过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 尽管该剧与甄嬛传的浮道话班底是同一个,并且将其中的每一位女明星都拍得国色天香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剧没太火 不过许多骨灰及甄嬛铁粉会把它当成甄嬛外传来看,毕竟它的评分至今仍然保持8.8分的高分 12年过去,苍穹之昂的每一张剧照放出来,依旧是轻功巨审美的顶流 如果将所有参演的女星的美照放在一起,或许如今的当红女艺人赵丽颖只能排在最后一名 第五名,赵丽颖饰演玲儿 苍穹之昂之中,赵丽颖出演男主角春儿的妹妹玲儿,是个性格温顺的姑娘 剧中她苦练周一维饰演的梁文秀 难得的是,这是赵丽颖首次出演古装戏,而该剧无论是浮道化还是编剧都很优秀 哪怕是像玲儿这种配角也非常饱满 在颜值上,当时的赵丽颖略显青涩,但是异常柔美,一笑一评都十分可人 不过,当时也有导演直接打击她这种圆脸做不了女主角 确实,赵丽颖当时刚刚出道四年,还在成为内鱼心秀的路上苦苦挣扎 该剧播出一年后才因为新环珠格格中的情儿一角,开始被人熟知 第四名,徐百慧饰演青云 还在赵丽颖之前的这个角色,叫青云,由女演员徐百慧饰演 她是梁文秀之妻,也算是灵儿的情敌了 青云是剧中的女二号,虽然不算最出彩的女性角色 但是胜在气质出众,大家风范 长春女孩徐百慧在中戏读《大二十》便出道了 后来一直在各种影视作品中打酱油 但是她本人心态很好,曾经直言哪怕不是女主角也会认真对待 多年来徐百慧永远是戏红人不红 她演过《芈月传中》米书的陪嫁应妾孟昭氏 还是演《喜攻略》中善良正直的怡萍 最近热播的人世间中,徐百慧饰演的角色是平民女性于红 而且她还有个身份,就是唐嫣和胡歌的闺蜜 她曾经不止一次表示胡歌是理想的结婚对象 还曾经在唐嫣结婚时成为伴娘团的一员 第三名,看青子饰演《少年慈禧》 《苍穹之昂》中,还有美得不像画的《看青子》 她饰演年轻时代的慈禧,只不过该剧播出时 镜头遗憾地被全部删掉了 对于戏份被删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是该片在《日方》播出时被质疑太长 所以重新剪辑后由原来的41集变成25集 年轻慈禧就这样被衣剪没了 也许,这对于观众和《看青子》来说 都是莫大的损失 毕竟,当时只有22岁的《看青子》 在剧照中都美得出神入化 只见她两颊飞红,肤白如雪 一双眉眼似乎要够人心魄而更为难得的是这样一张肃镜 稚嫩的脸却透露着无尽的欲望 难怪有网友看到这张剧照直言 这可能是看青子从影以来最让人惊艳的一个形象 却无缘与观众见面 第二名,樱桃饰演兽安公主 近日凭借人世间再度大火的樱桃 也在《苍穹之昂》中奉献了自己的颜值巅峰 当时的她刚满30岁 脸庞上褪去了赵丽颖式的婴儿肥 但是却多了无尽风情 剧中,因为角色需要 樱桃不仅尝试了青装盛宴 还穿起洋装 说起英文 举手投足之间尽显贵族气质 难得的是 这部戏随后在日本播出 引起了重大反响 据说首级收视率为1.3% 远超同期其他作品 樱桃饰演的寿安公主王夫人智慧果敢 风情万千 被日媒誉为中国美人 还成为不分老幼的日本男人之梦中情人 当时的樱桃已经演过幸福像花儿一样 杨贵妃秘食等经典作品 是数一数二的当红花旦 只可惜该剧只在小范围内走红 第一名 张萌饰演真妃 许多人都知道 张萌的颜值巅峰在这部苍穹之昂中 他饰演活泼凌厉的真妃 本身就是一个讨喜的角色 加上当时的张萌和看青子一样 22岁 面若桃花 张萌属于童星出身 15岁就拍摄电影了 后来因为在网游朱仙MV中饰演碧瑶 大放异彩 2009年 他授于正之妖参演了《苍穹之昂》 留下了最美的影像 《苍穹之昂》播出的同一年 张萌还在宫廷剧《美人心记》中留下惊鸿一撇 那几年是他演绎生涯的巅峰期 因为太火了所以不断压戏 还因此得罪了李绍红 2012年 张萌接拍了《天龙八部》 尽管该剧的总播放量超过了18个亿 但是他饰演的王宇燕却被骂太丑 时逢张萌正在恋爱之中 也被男友贬低不够漂亮 于是他主动去变脸 在回来时 脸已经开始发僵 随后 他还陷入介入别人婚姻的各种黑料之中 最终生生的将自己一手好牌打烂 再无重回巅峰的可能 2020年 张萌恋上韩国男艺人金安胜 两人于今年2月宣布结婚 圈内公认最美的四大姓赵女星 赵丽颖上榜 而他至今无人超越 赵英子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名字有一些陌生 但其实他已经出道很多年了 也塑造了无数的迎平形象 但却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不过他的长相还是非常出众的 此前在新一天屠龙记中 更是被网友们称为历届最美的黄山女子 这也是对他外形的高度称赞 赵丽颖藏了一张可爱的娃娃脸 再加上他随和的性格 所以他的受众人群可以说是男女老少皆宜 大家纷纷被眼前这个真实不做作的女孩所吸引 同时也被他的表演所折服 这也让他一路走来稳 做收视女王的位置 甚至被网友们传言即便不拍戏 也不会被众人所遗忘 可见他在观众的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都说一个演员一生演活一个角色就够了 而赵丽之就是最好的例子 由他饰演的白娘子堪称经典 同时也凭借该经典人物衣炮走红 即便如今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提起赵丫之 大家依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白娘子 那时的他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 而这部经典作品至今更是无人超越 赵丽颖身穿紫色露尖毛衣 展现性感锁骨 精致不失优压 赵丽颖可以说是娱乐圈的收视女王 不管参演哪一部电视剧 绝对都会上到热榜 是属于典型的拍一部或一部的收视女王 在他嫁给冯绍峰以后都觉得他嫁给了爱情 但是有很多人不看好 近期赵丽颖离婚的消息 可以说是火遍了娱乐圈 但是我们从他的状态可以看出 他不仅没有收到离婚的影响 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很多人说 赵丽颖比较土穿衣上面也没有自己独特的时尚品味 但是离婚以后赵丽颖的艺品可以说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赵丽颖身穿紫色露尖毛衣 整个人看起来温婉 但是又不失精致和性感 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简直太赞了 紫色虽然不比粉色显得甜美 但是属于紫色的温柔是其他颜色不能比的 紫色的毛衣使人看起来清新又显温柔 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这种颜色是非常柔和的 而且对于皮肤也是非常友好的 这一件看似普通的毛衣 实际上 有着满满的小心机在里面 露尖处的闪钻设计 显得精致又优雅 在这一个单调的毛衣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温柔的紫色搭配白色的休闲裤 整个颜色上面不会给人特别突兀的感觉都是比较柔和清新的颜色 再搭配一双运动鞋是整个人看起来青春活力满满的 可以说青春 但是又不失小女人的性感魅力 赵丽颖 因为她圆圆的脸蛋和精致的五官 而自带甜美的气质 整个人看起来就是这种甜美的邻家女孩的气质 这一件白色的荷叶边裙子 没有其他过多复杂的设计 领口部分的荷叶边增加了设计感和层次感 而且还增加了一些甜美和灵动的气质 和赵丽颖真的很搭 其实不同的款式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 像这种稍微简洁一些的款式 就会显得气场更加强一些 简单的鼻子领勾勒出 她性感的锁骨和颈部曲线衣服上的褶皱设计增加了层次感 简约的款式 使她看起来大方律性而且又不是纯真 这种职场的风格 其实跟赵丽颖在工作中的状态非常的像 因为她一直都是大家心目中的拼命三娘 工作努力 细致 而且对于工作上面的态度也是非常的认真 这一身白色简洁的西装 是她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大气 又不是一种职场女性的气场 其实 赵丽颖这种长相甜美的女生 还是比较适合这种大波浪发行 整个人看起来会显得有一些像洋娃娃一样可爱 比较温柔 又显优压 性感的大波浪搭配这一席野性的豹纹裙子 复古中又不是这一种属于女人的成熟范儿 赵丽颖可以说是娱乐圈中 鲜少能够将气场强大的黑色衣服穿出可爱 感觉的女性了 这一件黑色的礼服设计简洁大方修身的版型 使她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大气 但是又不失温婉和俏皮 可以说 赵丽颖是将俏皮可爱和性感优雅结合得非常完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